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 下载万世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卫视网络电视或万世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您现在还是需要用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 来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哪几位呢 他们是著名的评论人于波红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嘉心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于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类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我们先来了解第一对嘉宾朋友的情感困惑是什么 各位请看 他成天就着的喝酒 根本不是一个秤职的妻子 更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他就是一个大男子主义 我经常在父母孩子和他之间周旋 真的感觉很累 我只想跟他好好过日子 有这么难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 42岁 来自黑龙江 这名司机 来 有请李先生 女嘉宾 董女士 45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酒水业务 来 有请 有请董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结婚15年 孩子多大了 十四了 男孩女孩 女孩 今天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来干嘛 我喜欢太爱喝酒了 我希望他把酒借了 因为他喝酒太大公事了 他有多爱喝酒 打个比方 前一段时间 我有一个声音的伙伴 我们出的都挺好的 也成哥们了 有一次他和媳妇闹点矛盾 说这不都认吗 说请我俩做说客 帮她说说 我说那也挺好的 哥们拜托我了 放心我俩 我俩也去吧 都如约到她家去了 一开始我媳妇呢 跟我这朋友媳妇说 说哎呀 你看 出一进一家 出一家不容易 在一个你离婚还得分割房子财产呢 还有什么孩子育养费啊 就这么的 说了挺多 结果我哥们她媳妇说 说有点松口了 说那我考虑考虑吧 就这么的 然后我哥们也挺高兴的 说那走吧 咱吃点饭去吧 吃饭倒好 他俩喝上酒了 跟谁喝 喝我哥们喜欢 我和我哥们也没注意 一会儿我们有生意往来 我俩就在旁边谈那生意上事 他俩喝喝喝好 就我喜欢喝喝喝呢 这是告诉我哥们媳妇说啥呢 说你给那个出了火坑再别跳上去了 说你老公也不喝 那当时我不喝了嘛 那你不拉脑呀 你喝了你也不能这么干呢 那我是哥们 那你也不能说到那儿 你还帮着那个哥们媳妇训事哥们 本来你那个旁边坐的就是不对嘛 那也不对 那也跟你没有关系 你有什么权利去人家 后来怎么了 后来给人训事击眼了 我跟我媳妇和她媳妇一起吵 来那挂不出脸了 没招了我就给我媳妇带回去了 带回来没过几天 我这哥们呢 连两口离婚了 完了也跟我撤谷了 那你当时就是说咱俩结婚之前 你也知道我喝酒 你说那个时候你不管我 结完婚了以后他还管我了 你喝了14年酒了 厉害呀 另外我本身我就搞的就是酒业务这方面事情 你大概能喝多少一天 一顿喝多少酒啊 这是怎么说呢 一顿喝多少酒 那个她和她女闺蜜 我这上班早上 这中午了说女闺蜜找她喝酒 我说行那去吧 俩人喝了一下午 晚上我下班了把她俩接回来 俩喝了12瓶啤酒 喝了一斤白酒 那你说咱那坐没啥事 唠嗑还不能喝点酒了 喝多了吗 还行呢 真能喝呀 半斤白酒六瓶啤酒 就这个量 因为还没啥事 咱那一边喝一边唠嗑 那你孕妻的时候 哺乳妻的时候喝酒吗 哺乳妻的时候喝酒了 这一妻我刚来妻了 哺乳妻 那个我家孩子四个月大的时候 她的一些朋友成天老找她喝酒 孩子四个月大时候哺乳妻的时候 我说你就别喝了 和朋友说找我吃饭出去 我说你就去吧 你就别喝酒了 那你说那晚上说 朋友在一起唠嗑 那就不能喝点酒 就少喝一点我也没多喝 那你害得要少喝 那就哺乳妻 回来呢 这样吃完饭回来呢 喝成酒了 喝成啥你自个儿不知道吗 回来喝完酒呢 我去上每天见报 给头边手去 擦她脸吧 这样喂着孩子了 那你孩子在那哭 你说我能看得哭啊 那你是 那孩子哭 那你也不能喝完酒喂 那你是 那个爱孩子 我特好奇 就是喝完酒之后喂孩子 结果是什么 随一宿 每天晚上 孩子半夜都喂别奶 这一宿都没喂奶 第二天给我吓坏了 我抱歉 说孩子上医院了 完了大夫说 我就把这个过程学了 大夫说 那可能是母亲喝酒了 有酒精的关系 孩子在这才随一宿 这给我吓坏 你这还寒寒你寒寒呢 这都非没毛病 这种毛病你说咋整 她呢 就拿这个酒 给我当那个导箭牌 她大男子主义可强了 你知道 就她 就因为我俩因为吸脚 我俩干人账 实际上那天 我家热水器也坏了 热水很少了 我心里我就打热水 我心里我先泡泡就好 我就跟她说 我说那个 今天我先泡吧 完了我再给你烧热水 我再给你倒 这家人在 她说我 惯了我毛病 你说这上了气头了 我就当时我给我气的 我就摔门 我就进窝 上海洋窝室了 她这家人 把水全给踢翻了 完了踢翻我 还行 她能把那个 这水都能收拾了 人家也没收拾 大半夜的 人家邻居上我家敲门 因为这才知道 把人家邻居 楼顶上都泡了 完了我上客厅 一看地板全起来了 我说你弄多少水 都没老爷们儿咋的 都没老爷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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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没老爷们儿的 没老爷们儿的 男子主义重吗 老男那个孩子 当女孩说的 那个孩子快考高中了 你得在家陪孩子学习 看着孩子 让他把那个学习给整上去 说什么那个 你得陪在他跟前 给他鼓励 给他加油 还不让我回家看我父母 我不让你回娘家 那我也有道理的 我不问他什么题吗 那字 那个孩子学习那些字 那咱一说了 他认识我 我都不认识他 你还比我学习文化高一些 那你就多辅导 你妈那边我也不是不去 我常去 我还给顾个保姆 光顾保姆有啥用吗 那我还想自己进校呢 他这个大男子主义 可强可强的了 我都有点 就是有时候 真的我受不了 我这就大男主义 我这算啥 跟你那个喝酒比 还差远了呢 那天天喝吗 不如天天喝也差不多吧 有一次更可气的是啊 孩子呢 每天都是我上学接 我上学送 有一天呢 我这妈有点事 完了我就给她打电话 因为孩子八点下辅导班 我就没接上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去接这孩子去吧 我说我这妈有急事 我说我去不了了 她倒好 去接孩子呢 半岛的孩子给我打电话 说我妈喝多了 走不动了 早上起来我就跟你说 我说我今天有份合同签 非常重要 那你说跟你签合同 你肯定得签人吃顿饭吧 那你签人吃饭 我这没喝完呢 没喝完我就 我就签好去了 那你不大少喝点 你直到签合同 还喝那么多 没招了 我又接着你 我把你又背到楼上 我孩子信他 我说先去开门去 开完门呢 这孩子把钥子弄了 下楼呢 先帮我搭一把 背着他挺沉的 这风没想到 风把门带上了 我又得找那个开走公司 开门 给我勒勾相 我还得下楼开车 我还得去接那个客户去 这客户一开门一瞅 你吐车上了 完全也没说 这是客户一瞅 这车弄完的都没坐 那你当时喝多了 谁还能知道吐车顶上了 那玩意是说 说抱听喝多了的时候 你能知道啥了 他是话说 毕竟能吃痛快旅到 你这也挺好吃的 所以电话 比莫脱户 一分之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 你闺女也能喝吧 我姑娘不喝 为啥啊 还能让她喝酒吗 十七八岁了 大了还喝酒啊 让她喝吗 我姑娘 姐姐不能让她喝 她娘俩一起喝 还要我听话了吗 那我不能让她喝 为啥啊 你是不是喝得也挺快乐的嘛 因为孩子 她能让她喝酒吗 孩子这样喝酒的话 我是说她成年之后 成年以后 我也不想让她喝 为啥啊 你喝得那么愉快 你让她也来两口呗 其实喝酒并不是那么愉快的 这只不过就是说 工作方面的事情嘛 那工作肯定她得是 因为我本身 我这工作就参与酒 她是工作的话 肯定是不能说 酒水业务 到底是干嘛 就卖酒水是吗 对 就是什么厂家 厂商啊 就是跟这些 你有联系 所以就是说 一般都是签一些 什么那个重大合同啥的 完了谈一下业务 就你这工作就非得喝是吗 就不喝就干不了 是不是 因为不太懂那个职业 这个怎么说呢 就有说 就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完了就到中午了 或者是谈到晚上了 那你肯定是做得吃饭嘛 吃饭这光饭 那你说你整白酒的 你不可能说一口酒不沾嘛 完了就这样子呢 我就是几乎就是说 在跟那个客户傻的 喝点酒 但你是不是每次都喝多呢 也不老喝多 是老喝多还是偶尔喝多 反正是 你不说老喝吧 比偶尔还多一些 比偶尔还多一些 你看 你们帮着帮吧 借一借吧 帮得了吗 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分券 喝酒的人 说自己没喝醉 往往是争醉了 喝酒的人 说自己没上瘾 往往是真上瘾了 你刚才说 你喝酒是因为 丈夫的大男子主义 对 我不知道你是想 借酒壮胆呢 还是借酒消愁 我也只听说过 有时候人喝醉了 自己上身体 但你喝醉了还真害人 人家让你去当一个说客 你结果当了一个剑客 把人家最后婚姻 整离婚了 你的哥们当然要怪你 当然不跟你做生意了 所以 这一个我想 你自己也感觉到 有点过分了吧 那倒是 有点过分 过分 另外 更过分的是 你喝酒 对孩子不负责任 你看没有断奶 你竟然继续喝酒 还把自己喝醉了 喝醉了还给自己的孩子 去喂奶 结果把孩子喂醉了 我非常反感 我们现在所谓的什么酒文化 有一些酒文化是放不上台面的 什么感情声一口闷 感情钱舔一舔 好爽高兴 但是对身体的伤害 同时对家人也是有伤害的 所以 现在我感觉 如果你再这样喝下去的话 真的会把家庭和自己的丈夫喝没了 所以 你是做酒水生意的能理解 但能不能借酒你自己平衡 但至少可以 尽量的少喝一点 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做酒水营销的 但并不是说特别能喝酒 我碰到过很多 他们其实是刻意在克制 因为他做酒生意的 他知道这样酗酒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这不是理由 哪怕这个行当真的是每天要这样喝酒的 不干也罢 我认为权衡一下 还是不干 对自己有好处 对家庭更有好处 你说对不对 宁愿你辛苦一点多赞一点嘛 你愿不愿意 愿意 愿意就可以 好 谢谢 谢谢博鸿兄 许总 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在一家国有的大型的酒业来做 而且是做销售的 滴酒不沾 业绩做得非常好 难道做这个行业一定要喝酒吗 找借口 你为什么这么愿意喝呢 我告诉你 我感觉的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说你你就有恃无恐 你就知道自己老公爱你 口口声声说他大男子主义 我觉得要是换成别人几件事早跟你离婚了 还能待这么十几年吗 孩子在于你跟酒之间你选择了酒 哺乳期喝酒 对孩子多不负责任 去接小孩还要喝酒 导致老公又要做生意 又要接孩子 他要接你 一而再再而三的天天喝酒 跟老公的交流有多少 你还怪老公大男子主义 我觉得老公在这点上做得非常好 之所以让你去负责孩子 是因为他觉得你的学历高点 对不对 在家庭的这份责任里 你能不能多分担一点 你没有做到 你还管人家把洗澡水给 给泼在地上 为什么呀 他可能是在泄乎 因为你对这个家的贡献在哪里 家里的收入都是由你来支撑的吗 对 家里基本那个收入都是好 所以不平衡了 我就这么一个喝酒的爱好 你还管着我 我觉得咱们别躺在这份爱里面 咱睡大觉 你能不能醒醒 看看爱你的这个人付出有多少 你老公真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 他很清楚 他对这个家的贡献是什么 他怎么爱自己老婆和孩子 多往家里想一想 好不好 有这么一个好的家庭 别毁在酒杯里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齐总 胡老师 如果你看见一个男人喝醉了 躺在外面抱着凳子 和一看见一个女人喝醉 躺在外面抱着凳子 你说哪种感受更让你厌烦 那当然是女的 为什么当然是女的呢 不说男女平等吗 那看感觉就是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因为我们事实上在生活当中 的确没有看到过 哪个女的会烂醉如泥的 基本上看到都是男人 对吧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在中国现有的这种情况之下 的确一个女人喝得烂醉如泥 更容易让人唾弃 你也知道对吧 是不是 对 的确 现在是什么时代 现在不是说做销售 一定要喝酒的时代 我自己是做求职节目的 我们经常谈到职场文化当中的 酒的问题 什么心在散染肝在抖 你不喝完我不走 不是那个年代吧 现在这个年代 如果说一类产品 不管是快速消费品 还是文化产品 又或者是一些传统产品 一旦如果是要通过酒的方式 营销出去 这种工作一定是有问题 年代不同了 更何况你每次喝酒 并不一定 百分之九十都是因为工作 比如说你刚才说 跟你那个朋友 从中午喝到晚上 就跟工作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很显然 你是上了瘾 无论是喝酒还是抽烟 就是放纵自己嘛 对吧 让自己舒服嘛 我想喝我就喝嘛 给我一个自由嘛 一个女人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 你想想看 她对家庭的责任感能有多少 补乳期的喝酒对孩子伤害是最大的 很有可能导致孩子的脑神经有损伤 你这是大幸 没有出问题 你就那么喜欢放纵自己 你就那么不懂得约束自己 我就奉劝你一句话大作 你可能会教你女儿说 作为一个女人要学会检点 你也应该检点自己 这个检点不是人的生活作风问题 就包括对自己的自我放纵问题 一个女人喝得稀烂如泥 在外面多半是不好看 你哪怕是为了这个家的脸面 你能不能约束一下自己 抱歉我说的话有点难听了 希望你能够兑现你的承诺 偶尔的小拙是可以的 是没有问题 但人不能让自己太舒服 就这样 想见吗 想过见吗 想过 想见过 但是其实有点难是吧 对 所有成瘾的东西都是这样的 倒觉得你今天这个来对了一半 就来这儿让老师点醒妻子 这是对了一半 另外一半其实还是要专业的机构 去帮助他 因为二十多年就成瘾了 都说不成瘾 其实说句实话怎么会不成瘾的 我相信如果不是到 特别迫不得已的时候 他也不会来这儿 管不了了吗 没办法吗 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嘛 在家里高高在上嘛 他所谓的大男子主义 其实在我们看来 那不叫大男子主义吗 那没有大嘛 那只是因为他虚弱嘛 他喊两嗓子嘛 呐喊嘛 一个小男人的呐喊 管不了你 所以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已经回答了 我说你闺女大了以后 你让他这么喝吗 你说绝不 对吧 对 可是你天天这么喝 他会跟你学 他大了 他看你还是这么醉 有一天他也出去喝醉了 你怎么跟他说呀 你说闺女别喝酒啊 一个女孩子喝酒不好啊 你闺女就一句话 妈我从小到大 你天天醉 我看也没什么不好啊 你怎么说呀 所以你想想吧 啊 好了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吧 请安 请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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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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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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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你把男生 但我告诉你 你把男生 季度 要不然你 你把男生 你把男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对恋人 但是他们自己的 我把男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把男生 男人经常说 及其前前 关键